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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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被意外发现 直至2007年被打捞上岸 虽然沉船距今已经800多年了 但是船体保存依然完整 上面的宝贝也可多可多了 什么瓷器 金器 铜钱 如今都被展览在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简直是专家们研究古代中外海上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活教科书 看完沉船 我们沿着鸡腿骨的方向再往上走 去参观一座西洋式救命楼 这座建筑啊叫做开平碉楼 但是为什么被称作救命楼呢 爸爸和我讲 明朝的时候这里治安特别不好 此处都是小偷强盗 还经常下暴雨发洪水 严重危害到了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于是人们修建了高高的碉楼 既可以防盗还能躲避洪水 真是太聪明了 可是这座中国的建筑怎么看起来这么洋气呢 这是因为啊 这里有很多华侨 他们从国外归来 按照西式建筑的模板 把碉楼改建成了现在的样子 所以开平碉楼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的风格元素 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哇 不知不觉来到了鸡腿的正中间了 这里是广州 也是广东的省会哦 这里温暖多雨 四季长绿 美食可口 铭记多多 啊 快看快看 那个长在云里的大家伙 就是中国第一高塔 广州塔 它可是广州非常有代表性的建筑哦 有600米 也就是200层楼那么高 这里是干什么的地方呢 小玩仔告诉大家哦 这是一座电视塔 我们看电视的信号都是通过这里发射出来的 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 塔身还会变换各种漂亮的颜色 直到它和你说晚安 真是太美了 除了今天游览的这些地方 你们还可以坐船 漫游珠江 游览岭南传统民居霍尔屋 走进孙中山古居 感受历史等等 逛了这么多地方 我带大家去品尝一种神奇的特制饮料 凉茶吧 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 我不喜欢喝茶呀 好苦的 不要担心哦 这个凉茶并不是我们平时喝的茶 而是用中手药做成的饮料 我们广东太热了 夏天的时候喝可以消暑解毒 可冰爽辣 它的制作也非常简单 平时在家就可以自己熬制 凉茶还被列入了 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可以说是广东地区的代名词了 喝完了饮料 我们再去尝尝美食 粤菜作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 可以说是文明世界了 比如广式叉烧肉 白切鸡 辣味煲仔饭 脆皮烧肉 干炒牛盒 菜品多的数不胜数 广东这块宝地呀 阳光充足 水资源丰富 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 都生长得很好 所以才有这么多好吃的 再告诉大家哦 广东的佛山顺德被称为世界美食之都呢 这里最出名的有双皮奶 陈村粉 黄莲烧鹅等等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吧 简直可以吃上个三天三夜 说到这里 我都想念妈妈做的肠粉了 高温蒸烫过的米汤 变成Q弹爽滑的粉皮 再裹上香糯丰富的馅料 淋上美味的米汁酱汁 甜甜的 香香的 哇 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吃了这么多美食 我们也该活动活动了吧 小丸仔推荐 请吃是一定要看的啦 听我的爷爷讲 在很久很久以前 广东经常爆发瘟疫 这个时候啊 巨大凶猛的神兽 黏就会出现 来帮助人们消灾 后来当地人就用竹条和彩布 砸成它的样子 大家看 广州型湿头上是有脚的 这个和北方的武师不一样 北方的湿头 更像真实的湿子 而且哦 人们还击鼓 模仿它的叫声来表演 希望驱除灾祸 慢慢也就发展成了 醒诗这项活动 醒诗在广东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啦 融合了武术 舞蹈 音乐等原作 表演时 锅鼓雷响 武师人 先打一阵男拳 这称为开装 然后有两人 扮演一头诗的耳朵 另一人 头戴笑面大头佛 手指大魁扇 饮尸登场 哈哈 是不是特别热闹 好玩啊 当然啦 除了醒诗 广东还有将戏曲长颈和脸谱 画在灯上的潮州花灯 宋代流传下来的佛山剪纸艺术 还有咸水歌 鱼歌 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民间活动 总之啊 我们广东的风景 美丽宜人 广东的美食 丰富多样 广东的民俗 神奇有趣 小玩仔说了这么多 也只是冰山一讲 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等待你们去了解 欢迎大家来美丽的广东 做客哦